大家好 我是Sarah 欢迎收看今期二话 刚刚我们频道就出了一条小失评差 LGM4 4K OLED 电视的影片 不知你又看了没有? 是否已经深沥沥 想亲身体验下LGM4的画质 音效和无线传输功能呢? 现在机会来了 我们与LG合作搞了个翻归玩活动 LG会借出两部LGM4 4K OLED 电视 给大家带回家 试玩两个星期 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电视尺寸 和配搭LG Soundbar 如果你今年想为家的电视做大升级的话 又想在新电视入屋前充分地试玩 这个翻归玩活动就适合你了 想知道如何参加的话 就看回资讯栏和我们新闻中心的活动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吧 Sidu最近发布一部8K媒体播放器UHD8000 配备双HDMI声画分离输出 获得HDMI2.1认证 最高可以提供8K 60Hz 或者4K 120Hz的影像输出 还支援多种音乐串流服务 可以当它是高性能音乐档案解码器使用 新机用上M-Logic S928XK晶片组 拥有8GB DDR4 RAM和64GB EMMC内存 支援多声度DSD64 Native 输出 全平衡设计 加上双高精度音频专用精震 可以提升声音输出专属HDMI端子的时钟同步性 有助提升音质表现 最高支援DSD512和32bit 768kHz PCM 解码 两个硬碟插槽 总共可以提供达32TB的媒体储存容量 香港官方定价是9880 P&O Hi-Fi正式获得英国音响品牌Audiolab 授权 成为港澳地区的总代理 负责品牌的销售和保养服务 Audiolab 自1983年成立以来 一直致力于创新音响产品的开发 他们的经典产品8000A扩音机 至今仍然是很多发烧友心目中的珍藏 首批由P&O Hi-Fi引进的Audiolab 音响产品 包括旗舰系列9000N无线串流播放机 9000CDT专业CD转盘 USB HDD播放机 以及9000A合拼式扩音机 亦有高性价比的7000系列 以及发烧音响配件DC Block电源处理器 至于新品资讯和保养细则 都可以直接向P&O Hi-Fi查信 迪士尼全球粉丝大会D23 早前在加州举行 活动揭示了多部迪士尼和Pixar 未来的新片计划 包括反斗奇兵5 和魔雪奇缘3 而真人系列如白雪公主和狮子王木发沙 亦有新预告登场 除了即将上映的《魔海奇缘2》之外 迪士尼在会上亦公开了优秀大都会议 和《魔雪奇缘3》等的逐集计划 更宣布将会推出玩转老朋友外传剧集动画 Dream Productions 喜欢迪士尼动画的朋友 可以密切留意相关新闻的更新 Samsung最近公布的一部4K超短焦激光智能投影机 The Premiere 9 这部新机延续2021年型号的三色激光光源 支援HDR10、HDR10 Plus和HLG显示技术 可以在它长113毫米的距离投出100寸的画面 最大建议画面投影尺寸是130寸 The Premiere 9亮度由旧型号的2800流名 提升到3200流名 还新增了AI Upscaling Adaptive Sound Pro和AVA Pro等几项AI影音增强功能 新机还升级至2.2.2升度 道比全景升 OTS 物件追踪音效 并在Smart TV系统中加入Custom Ambient模式 限制时融入家居布置 最惊喜的是新机定价只需要59,980港元 比旧型号推出时还便宜了接近$5,000 Cambridge Audio在刚刚的音响展发布了 全新EV-1多功能无线串流媒体扬声器 搭载6.8吋彩色显示屏 内置14个驱动单元 包括4个1吋C质高音单元 4个2.25吋铝质中音 和6个2.75吋长冲程低音单元 总输出高达700W 支援自家Stream Magic串流音乐应用功能 兼用Tidal和Spotify Connect等串流平台 支援最高32bit 384kHz高解析度档案播放 接播方面支援蓝牙5.1 AirPlay 2 Google Cast PhonoIn HDMI EARC 光纤和USB等 官方定价是11800 TCL和BNO合作推出Next Frame艺术风格电视系列 产品定位和Samsung The Frame 简约生活风画框电视系列类似 新电视设计允许在屏幕限制时 显示指定的艺术图片或者画作 新系列更配有TCL和BNO共同设计的音响系统 搭载BioSonic自定义音效和支援Dolby Atmos解码 TCL Next Frame系列预计会先在中国市场上市 稍后更会在欧洲推出 Luxman宣布将于今年秋季推出全新黑胶唱盘放大器E07 新机是EQ500的后计型号 支援多种增益和阻抗模式调整 当中MC模式配有6段阻抗可变 2mm模式亦有4段阻抗可选 更加配备升压技术火牛 以配合不同的播放需要 E07底盘用了高光性厚钢板设计 具有XLR平衡和RCA非平衡输入端子 可以同时接驳3部黑胶唱盘 还为每个信员提供独立接地端子接驳 设计相当细心 官方定价是55万日元 LG Display计划出售在广州的LCD工厂 并且专注发展OLED生产 LG Display之前一直为Sony、Panasonic、Phillips等多个品牌提供OLED面板 还为iPhone和iPad等设备提供OLED技术 这笔交易的价值预计在7.37亿至14.7亿美元之间 他们正和华星光电进行谈判 虽然LCD仍然是全球电视市场的主要份额 但LG Display最近因为LCD部门影响了利润 所以决定转向更有价值的OLED技术 今天的今期而话就来到这里了 刚刚提及过的迪士尼全球粉丝大会 除了公布了不同的电影之外 还宣布将会兴建怪兽公司的迪士尼园区 身为一个资深迪士尼粉丝都非常期待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迪士尼粉丝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还有记得要like这条片 subscribe和share出去 按下小铃铛就不会miss了我们最新资讯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看的 我 pèr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